說到慣用手 大家的慣用手應該都是右手 所以你們通常應該是這樣來畫素 但某些男性會在某些時刻 用這樣的晃智來畫素 Simon不會 不關刀流 但都有魚肉類 飲食講究平衡 同樣左右兩手的程度也別差太多 右手的訓練 左手也要 裝飾約 不可偏廢 但如果兩隻手都被你用到沒感覺了 那我建議你把腰臉軟一點 或許會有意想不到的成效 哈囉大家好 我是Simon 事實發作為一個原因 幹話怎麼來聽 歡迎來到今天的三題口三 大家應該有聽說過一個說法是 左撇子的人比較有聰明 比較有創意 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不過首先我們必須了解到 為什麼會有這種說法的出現 首先大家應該都聽說過 右手連接著你的左腦 左手連接著你的右腦 而右腦掌握著創意 左腦掌握著你的脖子 因此就有一派人主張 你左右手使用的程度不同 會影響到你左右腦的使用程度 因此就出現一種學說 叫腦半球人鵝群 他們主張 右手是慣用手的人 比較常激活左半邊的前額葉 那這一類型的人呢 有擅長社交 但是易怒 方法導向 有這樣的特質 而左撇子的人激活呢 是右半邊的前額葉 那這一類型的人 有意志導向 害羞 人際退圈 基於這樣的理由呢 心理學家就開始做了一系列的實驗 但這些實驗的結果都非常有趣 有些是互相矛盾的 像是1983年的時候啊 他們發現左撇子的人比較外向 但1987年的實驗呢 卻發現左撇子的人比較內向 就是兩個互相矛盾的結論 既然個性上面研究不出什麼 所以然 他們就換了一個方向 他們就想研究左右撇子跟認知能力 還有學習生活之間有什麼差別 結果果不起來研究不出什麼差別 不管是記憶能力 認知能力 學業成績 主要有給詞 都沒有差 我想到了一定是這樣啦 因為腦半球人格學一直以來都被說過 這樣的分類方式太過於隨便 人家星座好歹還有12個 還要看什麼太陽跟月亮 要空的也都比較多變化 你他媽就兩個 孩子要看你慣用手是哪一隻手 直接攔出一個新高度好嗎 不過泌尿賀醫生有說過 東西不行一定有原因的 要嘛是欠薄一樣 要嘛卻新鮮感 不過腦半球人格學真正不行的原因 其實是在於說 其實我們左右腦在工作的時候 並不是說右腦就負了什麼東西 左腦就負了什麼東西 而是他們中間會不斷的交換訊息 而交換訊息的這個工作 就由大腦中間的品質體所負責 像是2008年心理學家他們就做了一個實驗 他們找來一批數學非常好的小朋友 然後去觀看他們在算數學的時候 大腦他們的運作 結果發現啊 他們左右腦其實都有在動 不過特別的是 他們的訊息交換速度 比一般人來說快很多 難得大腦並非左半邊負的什麼事情 右半邊負的什麼事情 他們比較像是兩邊一起做某一件事情 2007年時有名6歲的小女孩名為卡麥隆莫特 她的家人在她3歲時發現 她時不時會失控跌倒 還會出現嚴重的癲癇症狀 而且這樣的情況每天至少會出現10次 經過大醫院的診斷之後發現 她離婚一種罕見疾病名為 拉斯木森綜合症 經過了許多治療 小莫特的病情不斷沒有改善 甚至連語言能力都漸漸的消失 不計可施的情況下醫生為了醫治這樣的罕見疾病 提出了將右半腦及平肢體切除的手術 手術結束時小莫特的左半邊不能動 連說話都有困難 當所有人都認為小莫特的左半邊將永遠癱瘓時 奇蹟發生了 在積極的努力復健療程後 小莫特出院了 而且重新回到校園上課 這期間只過了兩個月 儘管四肢還是有些不便 但整體來說已經和正常人沒什麼良樣 並且癲癲的次數大幅的減少 因此這小女孩的故事告訴我我們一件事 第一個就是人少了一半的大腦還是可以 所以我想見肥癌 因此腦半球人格學這樣的說法 就是在這樣的案例下根本就不 不過到底為什麼有些人會是左撇子 有些人是右撇子呢 在以前大家一直以為 手的運動其實過程是這樣 它由大腦的運動批直成穿的 穿導到我們脊髓 再從我們的脊髓穿導到我們的手 所以我們才覺得說 手的運動跟大腦是有相關的 但去年就有一篇最近年就是這樣寫 胎兒在15個禮拜在子宮內的時候 他的運動品質層跟脊髓之間 還沒有連接的時候 但是嬰兒已經有用慣用手 吸食手指的習慣了 因此研究者他們就把重點 從大腦換到脊髓上面 研究者發現這些胎兒在生長的時候 他的胸椎跟脊椎 會因為某些DNA導致左右不對稱 而這些左右不對稱 就會導致你慣用手 會是左手還是右手 我以前一直很好奇一件事 就是為什麼有些人慣用手是右手 但他們的慣用腳就是左腳 因為如果以大腦理論來說的話 根本就寫不通 因為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 照理來說應該是要同一邊才對 但看了這篇錄文之後 我心中的疑問有種被解答的感覺 啊 原來就是因為同對稱的關係啊 所以你是左撇子的話 從小到大都一直被人家 冠上一個你很聰明的刻板印象 你就把我影片丟到他臉上說 幹 你才聰明 他媽全家聰明 OK 好像左撇子在世界上的人口 大概只占10% 跟我們這種右手專長的人來說 根本就寫了動物 所以吃飯的時候 記得坐他們右邊好不好 保護左撇子 人人有責 OK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按讚 訂閱 分享 通通來一波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說 你身邊的左撇子都是什麼樣的人好不好 我身邊的真是很怪的 塞安 我跟你 你對你左撇子還要這麼好抱歉的地方 我很好奇那我讓你用龍龍花的 龍龍花的